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春节到了 台湾民众怎么过年 台湾的春节文化都有哪些特色 这些年俗又是如何形成的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两岸新春化年俗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春节到了 各地的人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 换度中华民族这个传统佳节 由此也形成了各地不同的年俗 包括吃什么 玩什么 甚至还有一些特别的禁忌 而对于台湾民众来说 春节也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也有很多特别的讲究 那么台湾过年都有哪些特色的年俗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两岸的嘉宾 一起来谈一谈 台北东森亚洲台的总编辑 王林肖先生 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 张斌先生 欢迎二位 主持人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李红基好 台北的林肖兄好 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 大家过年好 是 转眼的就到了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新春假节 我们知道在台湾呢 也非常重视这样一个传统节日 那么在大陆有很多年俗 我们到现在呢一直在遵从 那么台湾过年的时候 都有什么样的年俗 请林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除夕在台湾跟大陆 其实差别并不太大 年夜饭或者是在外远游的游子 要赶回家去赶吃这顿 可能全年最重要的一顿年夜饭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台湾好一点 台湾比较小 所以从北到南 或者从任何一个方向去移动 都不用太远的时间 所以但是这两天呢 其实在台北的几个主要的 这个运输的站 其实都挤满了人 那么除夕这样的一个日子 不但是全家团圆 同时呢也帮今年 整个年呢去回顾了一下 同时去瞻望一下 明年我们有哪一些的发展 那么大致上这个年夜饭 这个吃法啦 这个都跟大陆都差不了太多 那么唯一呢可以说是比较特别的 也就是对这些传统信仰 比较虔诚的一些台湾的人民来说 他们会在大年初一 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十二点的时候 会把这个门打开 那么很多很多的这个台湾的民众 会赶着那个时辰 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左右 到几个主要的庙宇前面 那门一开 大家就蜂涌地冲进去 然后去插那个香炉的那个第一炷香 那那个时候人潮汹涌 那个大概是除夕晚上最热闹的一个地方 谁插到了第一炷香 代表了未来的一年 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 所以大家会急着去做这些事情 这也就是这个也许是在台湾比较特殊的 这个除夕的景景 一般过年的时候 光标会 守岁 接财神 像包饺子吃饺子 这个可能都是必须上演的节目 所以说对于台湾的年俗来说 您之前听到的还有什么新鲜的事吗 应该说以前对台湾的年俗并不是太了解 后来因为多次到台湾筑点 所以对台湾这个新年感受还是比较深的 理论上讲台湾的年俗跟大陆的闽南地区的习俗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台湾的绝大多数人 它的祖籍地都在闽南 闽南本身从旱进以来发展延续 它的很多的生活习惯 过年的习俗基本上差不太多 这些年俗比如说守岁 比如逛逛庙会 当然现在也有人逛年华大街 比如要图一些吉利 它其实不仅跟闽南 整个跟中国大陆都差不多 你比如在台湾 在大陆来讲 北方要吃饺子 南方要吃汤圆 而在台湾岛内 汤圆饺子都有人吃 因为它寓意都非常好 饺子包得像元宝一样 是吧 这招财尽宝 汤圆也比较圆润 象征着团团圆圆等等 在台湾其实也都是 非常的这种 比较普遍的一个年俗 那么在台湾其实 这个尾牙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到了这个 二月初二等等 它开始进行这个尾牙的时候 就你说白了 就是年底大家吃个饭 一直它言语下来 到这个尾牙的时候 好几次都有人跟我说 说这个当时台湾有这种习俗 这个尾牙宴上 必须得有一只鸡 这只鸡 桌子一转转盘 这鸡指到谁 那意思就是 都公司搞年会 这鸡指到谁 那意思就是 您得走路了 要被裁员了等等 所以都很害怕 其实今天我们来看 这个习俗虽然有 但是说实话 转到谁并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它有很多 这样的生活习俗 你比如它在闽南 它相应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 在台湾其实既有闽南的特色 也有了当地的特色 你比如上这个长年菜 长年菜其实就是听着提 这个名人挺好听 其实就是一个整菜 你别嚼 让它咽下去 长命百岁等等的一些好的这种寓意 但是台湾北方吃这个芥菜 它比较长 又不太好咬 南部吃这个菠菜 带根的菠菜 但有个条件 你吃的时候不能给它嚼断 你就把整个吃下去 所以这个芥菜因为它又苦又韧 就被称为最被讨厌的年叶菜 所以南方到台湾南部 它吃这个菠菜等等 相对口感就好一点了 所以你看这些习俗 其实它都跟大陆有着紧密的联系 它的很多的生活习俗 过年习俗 其实跟大陆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因为它受闽南文化的影响 包括台湾是个海岛 也有一些海洋人们的特点等等 它的这样一个最终呈现出了 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年俗 又有台湾本地特色的一种 相应的这样一种过年的形式 其实过年的时候 大家比较在意的还是熟悉这一天 而且还有很多讲究 比如说我记得小的时候 煮饺子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饺子煮破了 那不能说这个饺子破了 要说这个饺子敞开了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 比较特别的讲究 在台湾还多吗 现在因为台湾现在 整个社会转型转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没有在家里做年夜饭了 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到餐厅里面去吃 这些餐厅 当然会准备各种喜气洋洋的这种菜 也许在水果上面 它就帮你专门安排一些金桔 这个桔子 因为这个是颜色也好看 样子也像元宝 又是圆滚滚的 所以通常最后结果 每人拿一个橘子鱼也少不了 都整条的这个鱼 不过在餐厅里面 到底是不是年年有余还要留一些 这个就没有特别有讲究 也许人吃吃吃 把整条鱼都吃光了也说不一定了 所以很多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至于这个饺子 在这些比较传统的 以前在家里做年夜饭的时候是有 那个饺子还是会煮 那一样一些小的这些零零的 这些小的这些饺子 这些碎碎的这些钱 还是往里面包 看谁能够吃得出来 但是到了餐厅之后 事实上现在这些习俗就越来越少了 那不过全家聚在一起的这种形式 跟感情上的连结 其实不管是以前到现在 也还是一模一样的保存着 大家会准备很多很多零食 在那个地方聊天 吃完饭以后 也许又到家里面的某一个人 某家里很多亲戚 也许到亲戚里面去串门子 会在一起 很多吃食会有 桂圆什么这些东西 好口彩的这些零食 花生基本上都还是备足了 至于是不是要再吃一顿 我听到的不太多 好像比较少人有这样的习俗 那么关于放假安排 还有就是在大陆到年三十的晚上 还有一个保留曲目 就是大家要围坐在一起 跟您刚才说 吃零食也是有关系的 但是是一边吃零食 一边看春晚 这个春晚可是大陆人民的一道大餐 所以就是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如果要守岁的话 这一整夜会怎么来安排呢 怎么来安排这个时间 还有是你们过年的时候 放几天假 我们今年是从小年夜开始放 一直放到初五 也就是整整七天 应该跟大陆也差不了太多 那么现在的这种社会 在改变的时候 年夜饭可能是最重要的 那么在台湾最出现的一个 最奇特的景象 就是到了年夜饭一吃完 到了初一 初二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旅游的网季 很多很多的人 都趁这个比较长一点的假期 然后干脆就到国外去旅游去了 因为今年的开工日 应该是礼拜四 如果礼拜四 礼拜五再请一下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假期 在网络上面 好多人在教你怎么样 这个头面前面请几天 后面请几天 你可以过一个很长的假 所以一吃完年夜饭 然后等于是很多 对很多特别是年轻人来讲 这个年其实已经过完了 他们就准备要去玩他们的了 所以在几个主要的机场 从初一开始就会人满为患 大量的旅客到海外去玩去了 那么当然了 在几个主要的风景区 也是挤得要命 那么其实最好的地方反而在都市里面 以前很多的人在台北 到了这段时间其实没什么人 反而是一个比较好好的去休闲 到处逛逛 比较清闲的一个地方 所以听林向的介绍 也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这么多年来 年的变化 就是这个时代的更迭 真的变化太快了 我们小的时候 过年特别高兴 可以拿到红包 可以穿新衣服 可以买很多很多年货 平时吃不到的东西 过年都能吃到 但是现在好像似乎 这个东西已经淡了 它这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 和消费升级的具体体现 你看在大陆北方地区 有一个俗语 就是谁过年不吃顿饺子 用这话表示什么呢 表示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稀有的东西 这个该吃的时候就得吃一次 但是今天饺子作为 你看台湾它饺子 作为一个非常平时的 平常的吃食 它的年 从年的体味上来讲 相对来讲要弱一些 但从大陆来讲 饺子也是很平常 但是到了 像北方到了这个春节 它必须要吃饺子 还有你看年夜饭 年夜饭我印象中特别是什么 就是原来我们家 舅舅阿姨 到了过年一定要在一起 这个团圆 然后七叠子八碗的 你得做几个菜 做几个大菜 然后还有一堆小菜 还有凉菜 但是近我印象中 大概近五年 我们已经不在家做了 为什么呢 做饭本身就很繁琐 但是最主要的还不是繁琐 这个做饭 最主要的是吃完了之后 因为我们家相对宽敞一点 都到我们家来 我妈妈又是大姐 所以弟弟妹妹来 等他们一走 就这个刷碗 收拾 天哪 简直这太痛苦了 所以现在你看 很多人把这个年夜饭 都放在了餐厅吃 放在外面吃 其实它也是 当然一方面收入增加了 它有这个条件 另一方面 其实一种 传统关键的一个改变 台湾民众的年夜饭 有什么不同 从春节到元宵 台湾各地又有什么庆祝活动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其实这个年呢 似乎从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当中 跟吃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然是 因为这个中国的确是一个美食的国度 吃的东西太多了 无论是北方的饺子 还是南方的汤圆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都是想要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 所以在北方还有一个俗语 叫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拉八九十年 也是说等你到过年的时候 你会知道很多好吃的 那么说到这个吃 在台湾在过年的时候 都会准备哪些吃食 有啊 刚才我听到张斌讲了 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在这个过年的确 这个心意没有改变 这种全家团圆起来的 这种诚意没有改变 但终究这个形式 不可能再维持 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样子了 那我今天举个例子 你刚刚跟我讲到吃食 那么在台湾无论如何 不管怎么样 你年糕总是得准备的吧 今年我们家准备了两个年糕 一个年糕呢 是我们这个 我住在永和 我住在这个台北的边边 一个其实是一个 很多很多外省族群聚集的地方 我们买了年糕 第一个年糕是来自于这里 也就是来自于永和 永和呢 那边有一个老太太 她是上海人 她做的上海年糕 她是上海年糕 它的密度很厚实 中间夹了很好 很细腻的豆沙 我们家买了另外一个年糕 来自于高雄的美农 美农那个地方 你也知道已经是到了台湾最尾巴 最尾巴的地方了 那是一个小的商行 他们透过了那种柴火啊 整个24小时再去那个蒸那个年糕 一个一个的去 一个一个的去把它做好 然后再送过来 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形式 前面的那种 是那个你过去的经验 然后来自于你的邻居 后面的那种呢 你是来自于网路 它是来自于网路得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家里有两个年糕 一个在我们家旁边 一个在非常非常远的台湾的南边 那么想到这个事情 我真的在想 这个时间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 现在有网路 有快递 都很方便 那也许今年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我们餐桌上面的那些东西 以及我们相互汇赞的礼物 有没有一些是来自于 你以前没有想到过的 一些很偏远的一些创意 跟那一些文化的展现呢 其实呢 这个年呢 这个真正的意涵没有变 但是在这个形式上面 我们真的变得觉得 哇 这真的是跟过去不一样 而且它更丰富了 你好像可以碰触到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是今年 我特别特别格外强烈的感受 的确是这样 年也在与时俱进 比如说小的时候 那我妈妈都会带着我去串门 带着礼物 送点礼 然后过几天呢 可能也来我们家来还礼 但是现在不用了 手机直接发个红包 表示一下 说给你们家的孩子买点礼物吧 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可能这个心意就表达了 而且之前之所以 像您提到的 您家里所有的亲朋友 要聚到一起吃一餐饭 可能也是源于 通讯没有那么发达 我小的时候 其实家家都是一样的 也都是大家一定要聚到一起吃一顿 那么那个时候不会每天可以视频 可以发微信 可以发短信 可以打电话 所以说聚在一起 大家特别珍惜 也吃得特别热闹 所以是不是现在整个的年味 其实都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是了 你看从大陆来讲 大陆已经进入到5G时代了 这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直接就改变着 我们的生活 改变着我们过年的 一些相应的习俗变化 你看过去 要是像北京 或者东北地区 送人什么东西 一般来讲 点心 高点 大盒子 第一个 可有面子了 沉沉的 非常的足势 但是现在你看 谁还很少有 个别的可能给一点特色的 高点 更多的 电子产品成为了 给小朋友 给老人的 新的年货礼物 或者新的新年礼物 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 以及这种时代带来的一个变化 再比如我们现在过年的时候 过去过年 逛国庙会 出去转转 然后自己小孩低了个灯笼 满车走一走 就算过年了 现在你看文化消费 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 成为了一个新兴趋势 大陆每年春节的 就举一个例子 就以电影来讲 它就是一个文化消费大的市场 很多人春节 全家去看个电影 或者出去进行看个演出 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就文化消费慢慢的 它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的时候 你会发觉年的味道和年的意 也就变化得与众不同 是 现在无论是守岁 还是贺岁 方式多种多样 包括现在的庙会 跟以前的庙会也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我们知道在岛内 还有南风炮 北天灯 这样的一个习俗 那么其实无论现在 我们的方式如何改变 有一些传统的习俗 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比如说挂灯笼 贴春帘 贴福字 还有年华大街等等 给孩子压岁等等 其实很多的习俗 还是被保留下来的 从目前来看的话 你看台湾 我在台湾也过过春节 比较感觉到比较有意思的 恰恰是在年华大街 有人说年华大街有什么 北方也有 北京也有 上海也有 广东也有 福建也有 但是台北的年华大街 尤其是台北这个迪化街 确实它的这样一个感受 还是不一样的 已经成了它的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场所了 我有时候去迪化街 你就看它中国传统的味道 那种过年的浓浓的年味 其实还真是让你有所触动 但是这些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等等 确实对这种实体店也有冲击 可是你实体这个电子商务怎么冲击 你到年华大街能够免费品尝吧 到台湾很多免费品尝 然后还有一些相应的活动 带给你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 在北京离我们家不远 前门大石烂 台湾会馆旁边 搞了一个台湾的年华大集 就仿照这个迪化街等等年华大集 有什么殿阴三太子 台湾来的茶叶 豆干 这种相应的各种各样的美食 就让很多北京的这些朋友 感受到了台湾年味 有人说这真有意思 有机会一定要到台湾去看看 它这个真正原生原味的年华大集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它也是两岸交流的一个部分 也是互相了解认知的一个过程 是 您刚才提到这个年华大集 其实很多人到台湾 都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无论是逛小吃一条街 还是逛这种年华大街 它有很多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免费品尝 一圈下来吃得特别饱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林萧 关于这个年华大街 平时你们也会去逛吗 它现在比较吸引的是哪一部分人群 那么年轻人去的多不多 还有就是岛内的年轻人 他们对于现在的一些传统的年俗 他们是不是愿意传承下来 就是他们一般都怎么过年 这个问题就是说年华大街这个地方 就是图个年位 因为你上网订购 往往是你知道说你想要什么 于是你上网去订购看看 可是你到这个街上去逛 那个不太一样 因为你不太知道你到底会看到什么东西 今年流行什么吃食 还是说今年哪里丰收了 于是它让哪一种小吃 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流行 这个不太一样 这是人跟人之间的接触 还有跟这个社会流行接触的 这一种实体的一种感受 那么这个真的是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年华大街 尽管电子商务已经流行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那个年华大街 还能够依旧人满为患的原因之一 那么讲到年轻人 年轻人对年的感受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对一个我新年五十几岁的 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小朋友来讲 他的年的感受一定跟我不一样 因为那个表示说 他是二十年左右 或十几年前才接触到年这个概念 他所接触到的这十几年来 那么两岸的生活改变得有多大 那您就可以想见 他的记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对他来讲 年也犯是重要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 不管时代再怎么演变 所有人都必须要聚在一起 这个感受它是很强烈的 但是年三十一过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跟下一个世代的年 对这个年的这个概念 就要开始分歧了 那么他在初一之后 他会去做什么事情呢 那他可能会去找他自己的朋友去玩 也就是他不会乖乖地待在家里 那您也讲到一些传承 那么传承其实几个最重要的仪式 刚刚您也提到了 天灯或者是风炮这类的东西 可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去看待 这种活动的呢 天灯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种浪漫的表示 特别是在电影 或几个电影的这样渲染之下 好像就是要去跟 这个自己的男女朋友一块 去放个天灯 象征两个人的爱情冉冉上身 那么风炮呢 它是图个刺激了 那等于是在枪林弹雨 这些炮火四射当中 要去冲啊 要去玩啊 所以每个人穿得非常的厚实 戴上这种骑机车的这种安全帽 去冲一下 所以您看看这几年来 那么你说年轻人对年的概念 他对年是有概念的 但是对于这些记忆啊 其实往往跟他前一代 也就是30年 比他年长30岁以上的人来讲 其实记忆跟权势 基本上已经出现了分歧 不过还好 对于这种年业饭 团圆的这种概念啊 倒是根深蒂固没有动摇 那么现在在台湾过年 还有什么禁忌吗 比如说在大陆 好像初一一直到初五 都是很有讲究的 每天做什么 每天不能做什么 在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 老妈妈大概都还经受着这个规矩啊 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很早起 初一要起很早 初二要回娘家 初三可以睡晚一点点 那么初三是因为是老鼠娶亲 所以那天你要睡得特别早 千万不要开灯 可能这些习俗啊 慢慢的也就淡了啦 因为现在跟现在的这个社会 实在有点格格不入 你这样年轻人早点睡 那他怎么可能呢 因为那个时候他正正热闹 他绝对不可能早睡的啦 有一个习俗可能还保留着 也就是保留着初五清垃圾的这个习俗啊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在台湾啊 这个我想跟中国大陆 很多地方都一模一样啊 也就是说他不太喜欢 在初一到初四之前 把家里的东西往外送 即便那是垃圾 他都不太愿意送 因为好像觉得 那是把财器给送出去了 那么现在在台湾唯一的习俗还记得 就是初五的时候 你要把家里的这些垃圾 清一清清一清 把这些财器啊 把它清出去 准备过新的一年 其实这个啊 能够保留一大部分的原因 恐怕也是跟台湾的生活有关啊 因为台湾的清洁队开始收垃圾啊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垃圾 往往是那个 尤其在都市啊 它是那个那个垃圾车过来收的啊 那也要让这些清洁队员 能够好好过个年 所以它恢复收垃圾的时间 本来也就是在初五左右的时候啊 刚刚好也把家里累积了 这三四天的这些垃圾啊 把它清掉 也只有这个习俗 因为跟现在的生活 还贴合在一起 所以呢 它才能够保留下去 其他的呢 就要看看这个家族的这个规矩 到底有多严谨了 的确是这样 现在有很多禁忌呢 似乎都已经不是特别在意了 但是对于清垃圾这个事儿 好像是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就是初五之前不倒垃圾 如果倒垃圾就把财运给倒走了 还有年三十晚上吃的这条鱼呢 千万不能吃完 一定要留到明年 特别是在大陆初五 好像还要破五 对不对 破五要吃饺子啊 对于北方来讲破五吃饺子 您刚才说特别对 就是不管大陆还是台湾 你会发觉过年的时候啊 这个鱼是必不可少的 南方北方总得吃鱼 为什么 它吃鱼还不能 不能这个这个把它吃干净 要年年有余 另外呢 你像台湾特别明显包括大陆的沿海一带 这个鱼还不能翻 你要再吃一面 就说你也套着吃吧 你不能翻 因为它这个淘海为生的人啊 这个翻这个谐音不好 其实台湾这些年啊 它的这个年族变化 应该说也在不断的跟着时代的发展 但是其实它那些特色保留还很好 所以你看这个两岸中国人之间 它的这种传承啊 就在过年上 你就看它根本就是隔不断的 这个两岸文化的这个渊流啊 已经形成了一种血脉中的东西 你怎么怎么变化 怎么样来的向前行 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没有改变的 春节过的是什么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说 哎呀我也不熬夜了 我到点可能就睡了 我也不不在乎吃那顿年夜饭啊 那什么好吃的平时没吃过 关键就在于仪式感 我们的很多的时候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有点寄托的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祈求一个美满团圆 祈求来年大到这个风调雨顺 小到合家平安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还是得参加大家这种春节的活动啊 吃团圆饭啊等等 毕竟仪式感在欧米场中 说实话现在并不多见了 是的 确实这样 你们家现在小孩子 还给长辈磕头吗 过年的时候 不是 磕头还磕 但是他的磕头目的 已经不单纯了 因为知道磕了头 马上一个红包 厚厚的红包就给他了 不管是 目的是什么吧 但是至少这个形式 还是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这种 过年要给长辈磕头 拜年这样一个习俗 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过年的习俗 看来两岸的习俗 都是大同小异的 因为两岸都是中国人嘛 所以再次给台湾同胞拜年 也给全球的观众朋友们拜年 鼠年大吉大利 鼠你最开心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感谢二位嘉宾 谢谢李红 谢谢张斌 再次祝福两岸观众 以及全球的观众 新年好 我们下次见 谢谢李红 谢谢林乡大哥 央视的观众 新年好 好 观众朋友们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